大哥 我想和周公聊一会儿 你看 我好难啊 长公主怎么给您安排这么多东西啊 这个超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虽说咱们郡主是从别处来的 但又不能这么欺负吧 历练 是历练 要锦言 您有什么吩咐吗 是不是 要喝啥 是不是要吃糕点 明白 这啥意思 你说郡主要这样 那事情就严重了 那咱得赶紧跟殿下说一首 说得对啊 走 殿下 启禀殿下 郡主近日来每天卯时出门前往修文馆 须时回府 因为时刻在安处保护不敢掉以轻心 那修书工作进展如何 从大汤到浮渝 不论从文字立法还是文化习俗 都有着细微的差别 纵使在浮渝满腹经纶 来到大汤也需要时日沿袭揣摩 奈何 长公主对郡主寄予厚望 希望她在短时间之内深入了解大汤文化 那这可就为难郡主了 郡主有什么需要吗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殿下 如果在郡主最疲惫的时候 你们就探听到了这个 殿下 您早点休息 我们先退下啊 我先退下 长生 睡了吗 长生 你睡了吗 你睡了吗 功课这么多我都要累死了 刚准备休息一下再继续 结果头刚贴上枕头 就被你叫醒了 我现在很崩溃 所以 你最好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重要 特别重要 我是来给你送 我 我先送我暖暖暖 我先送我暖暖 我不冷 来都来了 让我进去聊一会儿吧 大哥 我想和周公聊一会儿 你看 他 我晓得了 我现在 我 到我 在我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